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 我那天就是有说 那它是不是已经 渐渐的就有长出这个 比较绿的部分 所以它跟这个所谓的 干死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潮湿的 它胎面已经有在互相影响 我想这盆为什么多肉 跟它可以相关无事 因为当时候我说过 因为我把这个孔做得太小 而且它还蛮浅的 所以其实它原来多肉 这盆土进去呢 已经就塞得满满的 加上旁边多了这些青苔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它已经 其实也没什么空间 所以它如果我每天给它灌水的话 结果这个表面是潮湿的 那底部的这个多肉的根呢 它不见得会有水 不会有那么多的水 因为这个盆子 基本上是蛮浅的 最近没有趣的哦 很多的网友纷纷把他们的青苔呢 分享给我看 然后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呢 太阳是不是太大呢 水分如何啊 然后我其实看了以后 我是觉得都还好哦 不要用一两天来 来决定说说这个青苔是死是活哦 因为他们有时候 因为你就像有一些多肉 你刚开始给它移盆的话 像现在的话秋冬 其实是蛮适合的 所有的植物的移盆 然后夏天的话 有时候会看它这个根系可能会受伤 那所以就说 在秋冬要移盆呢 做造景其实都蛮适合的哦 所以你就说一两天就确定它 是不是怎么样的话 这个其实蛮难判定的 就是再给它多一段时间 那我有讲过 你就是把青苔带回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它清洗好 然后置放几天 然后等它这些脏东西啦 或是虫啊都跑掉的时候 你才开始来布局哦 不然的话 可能会危害到你的原来的盆景 或是你的一些造景 所以大家可以看哦 这个是原来它 盆子里面的这些青苔 然后这个是多放进去的 那现在大概是有点阴影 我等一下把它移的 比较清楚一点 那其实来讲的话 它是蛮可爱的 像这边它那个小的多肉还冒出来 所以可见来讲 它们没有什么互相的影响性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那如果你觉得你的青苔 或是造景比较boring的时候 你平常一定要多收集一些石头 最好是不要是圆的 像这种也是稍微有点 有点形状的石头 那它对于一个围景观来讲的话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蛮大的那种 山水的造型 所以你平常在 你有看到这些小的石头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或许它是你造景的一个利器哦 给大家仔细看 就是那天我讲 就是感觉有点黑黑的 但是在镜头底下 其实肉眼看起来的话 它就是冒出了蛮多新的青苔 所以能确定就说 不要太担心 就是它已经全部都长出新的青苔了 这是不是很像一个小小的庭园的一方呢 这边看就更清楚了哦 你看这个 这个 它新冒出来的这些新的青苔 真的是 湿地苔就是这么漂亮 因为它就是一种很翠绿的感觉 这是其他的青苔 比较没有办法造成的哦 就是说它那种绿 有种 有时候它早上又含着那种水珠的感觉 那我想这个是苔玉里面来讲的话 大家最喜欢的一种绿 因为它有一种 别的青苔的苔种没有办法达到的境界 而且它的密度非常高 然后很通透 因为有些比较高山的青苔 它也有一些是红色的 橘红色 那或是比较像这个多肉的颜色 所以每个青苔颜色都不一样 那如果是立苔 你就是能够取得最多的一种苔种 然后它的绿度是很高的 那大家就说 现在我其实是在窗边了 那像我的阳台是真的很晒 所以其实大家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太阳怎么样 太阳跟水一样重要 所以不要怕青苔被晒 它是不会被灼伤的哦 如果你没有给它水 那它就是干枯嘛 所以就说 太阳对这些青苔来讲 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它们是一种细菌啊 你看它又热又水 所以它却就给你冒得更茂密 所以就说 太阳太大 这就是多绿 好 那就是也谢谢各位朋友 就是常常会发你们的图片给我看 然后我觉得也觉得蛮惊艳的 有很多新的idea 那如果你们觉得就是说 嗯 现在第一步就是 当然把青苔的问题给解决了嘛 然后如果你觉得青苔的 相关的图片 美丽的照片 那你想要跟其他世界上 其他的同好来分享 或是观摩的话 可以登录到我的pinterest 加入pinterest 因为如果你不登录的话 你大概就只能看五张照片 他就会要求你登录了 那你就设一个账号 不见得要把自己的图片传上去 等到你都觉得说 你get ready了 你想要就是说 你也分享上传你的照片的话 你再去去经营就可以了 那边也不太需要跟别人聊天或怎么样 那你因为你有一个账号的话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 大家更美的照片 互相来做分享哦 嗯 不要忘了邀请新的朋友 跟我点赞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哦 ok 拜拜